179 文匯報 徐鄭和下西洋亞光屢立其功 2015年7月14日中國專題A12A13 西安匯方不僅與陸上絲綢之路密不可分 與海上絲綢之路也有各社不斷的關係 據大學習項清真寺中的悲憫在1413年初 鄭和再次下西洋時,各項準備工作就緒 為缺一位信使兼通師,前提是要精通阿拉伯語和石蘭語 找遍多地未果後,鄭和來到西安求然 與大學習項清真寺掌舊哈三一見如故 哈三為人聰慧穩重,見多識廣 早年曾遊學阿拉伯,也曾循法遣足夕飄洋過海到過石蘭 精通阿拉伯語與石蘭語 於是,他在鄭和信使的選拔中脫穎而出 在多次緊急時刻,哈三軍用自己的能力及智慧 協助鄭和化遣為宜 最終出色完成第四次下西洋任務 為表張哈三的功勞 鄭和後來親父西安 再回方為哈三重收了清真寺,垂直線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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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